我希望跟你协议结婚 协议结婚 我们只是名义上的父亲 有名无实 林航姐 你不能那么自私 你绝不能给萧家 带来任何危险 林航姐 嫁给我 就这么难吗 喂 三哥 看你这心神不定的样子 还想着之前我跟你说过的话呢 你别一副好像丢了活的样子 这就是一句玩笑 我答应你 你说什么 七已经告诉我了 杜君知道了之前法庭上的事 向萧伯伯施压逼我们结婚 这你放心 我和我爹会去跟杜君想明白的 这事用不着你出来扛 不 杜君已经送了贺礼 这样搞得人尽皆知 就是想必萧补补就范 这祸一开始就是我闯的 无论是为了我爹还是为了萧家 我都应该出来承担 你的意思是 你真的愿意嫁给我 对 但我也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说 我希望 跟你协议结婚 协议结婚 也就是说 我们只是名义上的父亲 有名无始 你我之间不能有半分余 你是让我跟你假半夫妻 对 为期两年 到时候我们就和离 理由就说 是我不负三从四得 这样一来 不会损害萧家半分面子 好啊 李航靖 你打一开始 就盘算着你这算盘了是吗 行 我同意 既然是演戏 咱就把这戏网真来演 特别是不能让康敬雄看出来 那 那我们就约好 白天亲密无间 晚上划清界限 那三哥你答应我的事 你放心 我答应你的事 一定做到 那就谢谢三哥了